Hi,我是Sheryl Hi,我是BZ 繼續回來第二集Paper 2 如果你還沒看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發覺是很奇怪的話 那你記得看Paper 1 就是在上一條影片 Paper 2我們也可以說一下 這一份卷的特點和分別 它跟Paper 1有什麼分別 上一次也有說過 Paper 1總之就是要用在資料裡面的東西 還有你的論點通常大部分都是在資料裡面找到的 但是卷2這次的玩法就不同了 很明顯是要知道外的 就是多一些耳有知識 對,額外的知識 那就不可以只純在資料裡面找到的 因為是不會夠寫的 我覺得是比較見真章的一份卷 對,還有對那個議題的了解 沒錯,沒錯 真的推論的能力夠不夠多 而卷1很多時候都是考慮 學歸納同學有沒有理解 還有懂不懂看資料 懂不懂理解別人說什麼 講完分別了 我們講一下三條題目 你會怎樣選呢 我知道我們兩個 外高機前我就說 其實你怎樣選題 但我發現完全兩回事 一我就是先選了題型 如果是很難的 特別是詞文者比較 如果要教 然後要加很多準則 我通常都盡量都不選 因為如果三條選一條 比較得心應手 通常我都會選一些多大程度 然後可能是A-part那些 問一下一些因素 問一下一些考慮的要點 我通常會選這些 我自己是先看了課題 因為有六個單元 我自己有三個比較熟 所以我會看看這三條裡面 有沒有這些題目 如果有兩條都是 我才會再用BC的方法 就是看題型 但Cherry的方法 其實好的位置 其實他可以答到 就是他好像很多 textbook的東西 或者書 筆記的知識 他本身的粉底 如果是紮實的話 其實我都建議同學 就是用Cherry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寫東西 你會多些例子 沒錯 還有你的論點會豐富很多 我也知道 有些同學會主攻幾個單元 他最熟那兩三個 他就真的 他Paper2就打算 一定是答這兩三個 沒錯 大家都可以用回自己的方法 看自己的運輸模式 就是比較exam oriented 其實你真的會沖的題型多些 還是你是多些時間看書 背的概念 背新聞多些 我們跟卷一一樣 我們用一條題目 去拆一下題目指 好好好 有個具體的例子 去講一下 對 看這條片 或者有沒有做過 2018年的卷二 就是第二條 關於電動車的 題A 中文版 他就是問你 購買電動車的決定 但他的題B 他就是問你 很繁複 飛氣油作能源驅動的交通工具 看不看得出有什麼分別呢 好了 出來你回答我了 飛氣油作能源驅動的交通工具 可以有些什麼 首先就是A所說的電動車 地鐵 還有電車 還有單車 電車、單車 在香港合法的就是這些 還有石油氣 LPG的的士 和小巴 這個都是飛氣油作能源驅動 很多同學會把A和B 有一點混淆的字眼 就是會直接把電動車 和飛氣油作能源驅動的交通工具 畫了等好 但其實電動車只是其中一種 所以你在12分 你要拿到一個比較好的分數 就一定要舉一些電動車以外的例子 你才可以在12分拿到比較好的分數 他很明顯特地畫了一個圈套給你 給你踩進去 但圈套不止一個 圈套是第二個 第三個、第四個 第二個就是經濟誘因 英文版就是 Economic Incentives 通常那些考生就會覺得 那Incentives 那一定是給你錢 給你錢的 那就是給資助 一些Subsidies給你 但其實有另一邊的 可以有獎和有法 是啦 Tax 和給Subsidies 其實兩方面你都應該要寫到的 第三個圈套 我發了這個 Influence 這個字 影響 影響那些人 買不買電動車 這題目就問你 那說明影響你呢 其實你都要知道 各位 有些東西應該會令你買電動車 然後有一部分就是 令你不會買電動車 是的 所以答案是 你也是在八塊裡面 你要拆開兩部分 所以有些同學在拆這些題目字眼的時候 可能影響 他們就只會想到 有什麼可以鼓勵你去買呢 就沒有想到 有什麼是不鼓勵你買 會令你阻礙了你 然後剛才我們第幾個圈套 這個是第三個 第四個 其實這個題目有 就是電動車 我經常跟學生說 就是想想買不買電動車 電動車是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其實都要想一些舊的東西 或者現在比較普及的東西 所以電動車 另一個相反 就是普通的汽油車 你就可以想想 如果我去用電動車 電動車是充電 然後普通的汽油就入油 可以比較一下哪一個方便一些 其實都會影響你去買不買電動車 所以在延伸的時候 如果你又做到這些小小的比較的話 那你的論點又會豐富一些 但是你想完這些點之後 你都要用一些好一點的 Topic Sentence 去包裝這個題目 主題裡面 它通常都是問你 你考慮的東西就是經濟因素 那經濟因素之下 就是汽車的價錢 會不會令到你去買 太高但是你當然不買 是不是 如果是便宜過汽油車的 那你當然是買電動車 就是這樣的意思 又或者可能是第二件事 就是會買一些社區配套那些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的 例如夠不夠充電站 還有在商場或者家裡 有沒有這些類型的設施 都很影響你買不買電動車的 沒錯 因為它的題目字眼 它是問有哪些因素會影響 所以這些因素除了是錢之外 你可以想到一些不同方向的東西 能源上面 一些環保意識 一些深一層的 可能會影響到一個關係 例如有人買Tesla 我純粹覺得是漂亮 潮流型 今期流行 今期流行 這些都是其中的因素會影響你 所以其實剛才說起朋友 講起青少年那些 是不是第四個圈套 還是第五個 總之最後一個圈套就是人們 英文版 人們 對 人們和人們 看看你有沒有拆下這個持份者 因為人們這個字眼 或者人們這個字眼 又不可以不停在答卷裡面 瘋狂地出現 你一定要做些手腳的 它考你懂不懂得拆人們的那些人 究竟是哪一個團體 哪一個持份者 或者這樣說 3秒的時間 你立刻想一下 你想兩個持份者 可以有哪些關係 買不買電動車 你可以想一下 第一個 你可以想一下 是否青少年 第二個 會不會是現在駕汽油車的司機 我覺得就算司機 都可以想到不同層面 有些人是穩食車 有些人是真的 好像剛才所說 位潮流 可能有些 就是假日車 或者是假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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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假日車 或者是假日車 就是假日車 即使司機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出發 方便你可以更容易想到不同的論點 所以很多時候 去教導同學的時候 都會說 你真的想不到點子的時候 你試一下從人的角度出發 一個議題 有很多不同的人受影響 你可以先寫那些人出來 之後再寫他們各自會受什麼影響 那你就會更容易爆發到不同的角度 就是分解他們的列寧 性別 宗教背景 分解他們的階級 什麼階層 例如可能穩食車 這些 比較著重的就是經濟考量 成本效益 入油貴不貴 還是差點便宜 還是貴一點 環保團體、政府 他會看完整盤數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著重的是能源效益 那個污染是怎樣 可不可以保護環境 沒錯 用人去出發 都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就是當你突然間失去 你不知道用什麼論點去說 就是想到最後那個項目 突然想不到 其實你可以用人這個拆解的方式去試一下 講完拆題目指眼之後 可以講一下怎樣用例子 例子就不可以只是彈一個條例子出來 可以抽到另一條題目出來說 就是問你那些節日 怎樣可以反映了一些價值觀 節日的慶祝方式 節日有很多種 有中國的節日 東方的節日 有西方的節日 那你記住了 新年的時候你不可以直接拋出來 新年 不可以說新年 你去講一下新年裡面 有些什麼 他做了些什麼 而可能反映了一個家庭團圓 團聚的價值觀 即是一個行為 或者一個動作 就反映了些什麼 雖然 那個考官都會跟你一樣 過農曆新年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就是 你去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中間如果斷了一段 你沒有解釋到哪一個行為 他們會吃團連飯 中秋的時候 又會一起吃月餅 可能會去慶祝 玩燈籠這些 其實都是反映著 大家一起集體去做一件事 對比eLab的話 就像剛才所說的 電動車的相反 可能是汽油車 電子支付的 可能相反是 就是這樣給錢 現金 這些其實都可以說到 有些以前用的什麼 或者現在用的什麼 但是未來 要去普及的時候 應該有些新舊的東西 可以做到對比的話 寫東西的時候 應該得心認受很多 例如在一條12分題目的時候 你要去寫電動車的話 你除了寫電動車有什麼好 你可以在那一段 寫它的對家 即可能普通的汽油車 有什麼不好 那你那段就會豐富一點 沒錯 那當然你就不要直接寫 汽油車有什麼不好 因為你在邏輯上 別人問你 為什麼要電動車的時候 你只寫汽油車不好 這個回憶也是斷了一段 那個思路 所以你要記住 兩邊都要寫 做對比 我明明對比比較 但有兩樣東西 或以上才可以做到比較 最後講個時間分配 通常因為AB近年來 它都是20分滿分 Apart就8分 Bpart就12分 只有一年出過10分 我一開始 我都要想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卷二 要選題目 和想法都要一些時間 沒錯 我通常我就會用5分鐘左右 應該是 我也是 因為它是75分鐘 其實很趕 我是5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差不多 其實都沒得走賺 其實應該都是5 3040 首先你要選了三題 萬一我想想想 我只想到三個項目 但我下一條日只想到四個項目 那怎麼辦 應該要選哪條呢 所以在卷二落筆之前 你一定要在空白的位置 你一定要寫一些東西 沒錯 我會揭曉一下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 那些很溜溜的字眼 或者是把明是圈套 那些你就要摸起它 替自己 要不然到時候 你會是不記得的 你會在空白的 我會有圈套 你會帶到圈套 就算我是自己的5分鐘以外 我不是分30-40分鐘 我在裡面都會再用2-3分鐘 再看多次自己想好的 那些題目文 對 對 對 那卷二這份卷 其實是在整個DSC裡面 佔3成分數 所以都是那句 好像剛才上一條影片說的 如果大家同學是真的想著 AIM Level 3 Level 4的 你真的只剩下很少時間 你不知道怎麼溫 我們都建議你放多點時間去溫 Paper 1多點 因為Paper 1是有五成分數 所以我覺得最後最後考之前 你都可以在那個想論點的時候 逼自己可能會畫五至六個箭咀 然後你要從頭到尾 所以你要自己想一下 到底一個小時可以寫什麼呢 推論是什麼 逼自己可能寫到五至六個箭咀 我相信那個論點應該會比以前好 我覺得最後幾天練習的時間 就真的不要做太多句 你做完之後 個人太累了 你反而真的考那天 集中不到 因為LSS太多字了 好像做縱罰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最後這一兩天溫書 可以好像剛才BC所說的方法 寫完頭詞 之後就插箭咀 然後下去用什麼例子 在一個腦袋自己玩一次 這樣也OK 就不一定要寫完十幾版的卷 令自己一個人很累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致上就是這樣 各位考生就加油了 記住了 4月27日就開口了 LSS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 我們都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 記得訂閱和按讚 記得按鈴鈴 幫我收買給你 我很喜歡說這句 你不是看得多YouTube片 他們很喜歡說 按讚和訂閱和按鈴鈴 按讚和訂閱和按鈴鈴鈴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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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